今天來到三點鐘 歡迎持續加入 新聞大白話的節目現場 接下來我們要跟婉玲 再來討論一個話題人物 這兩天在網路上滿紅的 事實上從他選上的時候 大家就對他投語 有一點質疑的眼光 也有一些讚賞的眼光 但是最近 他這一次質詢跟發言 好像讓大家覺得 沒有這麼對勁 對 沒錯 我們要討論的是誰呢 就是基金黨的立委陳柏惟了 陳柏惟其實上任以來 其實很多年前都很關注 他在立法院的表現 甚至他還選到了吳思懷 最想進去的國防外交委員會了 都想知道說 他到底會有什麼樣精彩的表現 結果沒想到 每次表現出來 好像都有點被人看破手腳了 你剛剛說精彩的表現 但是現在很多網友都認為說 是驚嚇的表現 我們先來聽一下 Thank you科 在這一段讓大家覺得 比較驚嚇的質詢 除了他有可能可以獲取暴力之外 他有沒有可能 你知道在台灣灘附近 他的這個海生是大約8到10公尺 如果他繼續挖 可能會挖破10公尺 這個時候他的裁電的這個潛艦 裁電的潛艦伏擊區 還有他的裁電艦就有可能可以進來 國防部對這件事情有沒有掌握 或者是說我們有沒有這個持續保持 他對這個台灣灘的影響 我也好 那個就是媒體 這個是媒體報導 有關潛艦伏擊區 那想要形成一個潛艦伏擊區 並沒有那麼簡單 我相信 但是你再讓他挖下去 有沒有可能 包委員可能要挖很久 可能性不高 對 可能要挖很久 這句話是委婉的在刀他 對 因為其實我們都知道說 陳柏惟為什麼會講說 他覺得中國的海軍界在那邊 可能在挖沙 為什麼呢 主要原因是在於說 中國的稻沙船 現在在台海就設置一個 因為之前有媒體報導說 可能要設置一個潛艦的伏擊區 伏擊區 對 伏擊區 那可能要挖一個很大的一個壕溝 然後到時候那個潛艦 就會躲在那個壕溝裡面 到時候可能就可以這樣攻台 就可以來了一個奇襲這樣 我們可以知道說 陳柏惟真的是很認真的看很多新聞 跟政論節目 還有很多報章雜誌 這些都變成他質詢的談餐內容了 對 那他質詢主要是說 他說近年來 中國大陸抽殺 盜殺的情況 相當的囂張 這麼愛抽插 一定有其他的目的 是否對我們的國安造成了影響呢 結果情報參謀次長陳國華就說 他們背後是否存在動機 是目前這樣值得觀察 但是如果真的要這樣子挖的話 恐怕要挖很久 為什麼要這麼說 因為台灣的潛攤 深度是8到10公尺 要挖到10公尺 其實是真的滿深的狀況 對 而且對岸的柴電潛艦 是不是就可以進來 陳柏惟就問他說 會變成所謂的潛艦伏擊區呢 如果再讓他挖下去 又該怎麼辦 結果這時候 海軍的參謀長就稍微 彈他一下 比較委婉的說法 說這個說法是媒體在報導的 要形成所謂的潛艦伏擊區 沒有這麼簡單 而且可能要挖非常久 對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說 其實那塊海域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那其實最主要的原因 其實的確啦 的確是有蠻多的倒沙船 去那邊開挖的 因為最主要原因是在於說 中國市場上的海沙價格 是飆漲了非常之多 那其實一頓是19塊人民幣 那其實一艘船的話 船艦過去一艘抽沙船 一頓過去的話 一頓一 一艘船可以挖2萬頓 那只要花幾個小時 就可以滿載而歸了 那一艘船的話 就可以賺到38萬人民幣 折合台幣是171萬 所以等於說 他們其實還是等於說 塗的是把這個沙石變 所謂的黃金金錢等等 軍事效果反而沒有這麼的重要 軍事效果 其實海軍就是說 其實他們一直都有在注意 然後覺得說陳柏惟這種想法 可能有點誇張了 不太可能 但是陳柏惟就認為說 不可能 說不定人家 一邊挖海沙一邊搞軍事 是有這個可能的 所以他是高度懷疑說 有這種想法 但是海軍的講法就認為說 圓圓你會不會聯想力 太過於 太多了 想法上面太過超前部署 對的確其實是 可是按照說 我們現在國軍的資料 來顯示的話 其實今年1到4月 的確是有大概有 1077艘的一些潛艦 一些海沙 抽沙船去那邊 挖這個抽這個沙 所以說的確是有這個數字資料 但是陳柏惟並沒有把這個數字資料 拿出來 反而是直接說 他覺得他要挖潛艦 挖一個那個壺溝在裡面 然後可以變成一個伏擊區 所以連帶網路上也就熱烈討論 甚至還做圖 大家看到 這好像以前小時候的國語課本 其實他的內容就是 Thank you哥說了 中國抽沙船持續到台灣挖沙 有沒有可能變成潛艦伏擊區 沒有這麼簡單 可能要挖很久 所以這個標題系列 到底哪個比較的 裡頭都還有所謂的注音符號 對 其實有點在哭手陳柏惟 因為其實這件事情 昨天在網路上的時候持續發炒 才剛質詢完 很多網友就在臉書 在PTT上面跟網路上在討論說 陳柏惟到底怎麼選上立委 覺得說奇怪了 他到底是怎麼選上 大家就覺得說天啊 我們怎麼會選上這個人 開始慢慢的打出一些問號 因為他在網路上人氣非常高 他人氣很高 但是最近也有一種不同的聲音 在質疑他說 他這樣子到底夠不夠格 來當立委呢 但是也有人認為說 陳柏惟會不會是故意用這種 反諷的方法 讓大家認識他 讓大家認識他說 嚴肅的國防議題 也可以輕鬆面對 那你看到說 這邊就有說 有網友幫3Q算了一下 若要挖成潛艦伏擊區 可能要挖2到3萬年 這蠻久的 2到3萬年 而且大家也非常好奇說 中國大陸要花幾萬年 來挖這個伏擊區的 可能性比較低呢 還是他的智商比較低 當然網友說話 是比較開玩笑的方式 再來解釋了 但是對抗這個題目說 到底哪個比較低 也的確有些反諷的意味 但可能網友這樣說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因為他們現在 的確做了這個圖 但對照過去 我們說的3Q哥的資訊內容 的確都蠻多亮點了 我們先來聽一下 因為這邊不是作冠 作冠軍 這邊有3個好處 第一 他比我們比較少年 第二 他比我們比較土耳中國 第三 能夠證明我們的勞工 會讓人生 是不是我們可以考慮這些事 這個台語講得非常流利 這也是他質詢的特色之一 對 他在質詢的時候 其實就是第一個 他就最喜歡用台語方式 來去質詢 他曾經就有去問那個 問一些國防部的一些官員們 就用台語質詢 結果對方就說 委員可以請你用國語來講嗎 那個被質詢的是說 我不會說台語這樣嗎 對 他是說 可不可以用別的方法來去講 所以這個時候才會引爆說 很多國民黨立委認為說 其實你在質詢的時候 最好用一個大家共同的語言 都聽得懂的會比較適合 因為說實在的 其實陳柏惟的台語真的還不錯 那的確有些比較艱涉的台語 可能一般人是的確是聽不太懂 那如果說我如果是外省人 你就說我聽不懂台語 就是一種歧視嗎 實際上是不對的 所以那時候國民黨一些立委 就認為就像是廖國斗 他是原住民 他就說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可以用我的母語來問嗎 我可以用我原住民話來問嗎 沒有 不行 因為對方聽不懂 所以我必須要說 那我用一個用國語來跟大家講 大家比較聽得懂 畢竟是個義式的電台 是希望大家用大家共同的語言 才會比較清楚 好 我們再來看他過去的發言 也讓大家說 我剛剛用亮點來形容 但其實更多人覺得是比較荒謬 甚至有點驚嚇 他說中國大陸人使用健保 是沒有道理的 沒有2300萬人繳的東西 擴張成14億人用 這個數字比例是不是也不太對 這個時候就是在於說 當時我們在討論說健保 就是問題 這時候陳柏惟就說 當年開放陸配來使用健保 是馬前總統那個任那時候 做的事情 所以他就那時候就大聲講說 2300萬人在繳健保費 結果擴張給14億的大陸 大陸同胞在使用 其實這是錯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健保費 陸配使用健保 他們也是有繳錢的 而且是有按照比例來去使用的 並不是說完全不用付錢 而免費來使用 就算是你是一親過來台灣的話 也必須要繳適當的費用 而不是完全不用 所以當時他講這句話的時候 也的確讓很多人大反斷說奇怪了 你要去質疑人家的時候 你怎麼沒有把功課做好呢 好 再來他還有一個讓他覺得蠻荒謬的 就是中國大陸的國台辦 國橋辦在統戰部底下 所以他要建議台灣成立一個 中國司還有內交部 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他這個東西就等於說 他是由於中國大陸有國台辦 還有國橋辦都在統戰部底下 然後台灣又要成立一個中國司 等於說他希望能夠對等 對等的情況之下 但是我們好像已經有陸委會 海基會這些東西了 所以他這個情況之下 他是挑動了最敏感的兩岸的神經 我們他希望能夠拉高等級說 國對國 還有一個說法 我應該是沒有辦法相信 因為我個人是在成功嶺當兵 那說立一月要搬到台中成功嶺 這個也是讓大家覺得跌破眼鏡 其實立法院要搬遷這個議題 其實大家討論過很多次了 大家都知道說立法院要搬遷 第一個我們是所有部會都要搬遷 立法院如果搬遷到中部去的話 那交通部的部長要去質詢的時候 他是不是必須從台北再移入到台中 所以是這個東西 你交通往返是不符合成本的 費用也非常大 的確立法院是太小了 是沒有辦法使用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立法院 八個委員會非常非常的擁擠 沒辦法使用的情況之下 大家曾經想過說 那乾脆把立法院搬到中興新村好了 那麼空把它放在那邊 大家都可以使用 但是就是你問政往返是不方便的 所以這實際上是有問題的 還有香港比台灣人更年輕 所以他要找香港人來台灣當兵 甚至還說沒關係我們給他的公民權 因為他們比我們台灣人更年輕 更求衷 所以更適合來當兵 如果我是台灣年輕人 就想想看如果是你呢 你說香港人比你還更年輕 我一定是非常愛國的 我非常喜歡當兵 但是如果你找香港人 來幫我們的國家當我們的兵 我會覺得怪怪的 對 是這個時候 大家在網路上引起很大的讓潮 有人就覺得說 你這樣是說我們台灣年輕人 不夠年輕嗎 台灣年輕人沒有體力不夠好嗎 所以曾經有二十多歲的時候 對 所以他們是那時候 就很多年輕人就覺得說 你怎麼會這樣講說 覺得外來的比較好 對 然後就是這樣子 其實用法有點滿像是 美國傭兵制的感覺 但是如果我們請香港人來當兵 然後而且比起取得公民權 那香港民眾有願意嗎 還有就是同樣也是國防議題 他們認為說他就直接問這個 他執行對象說 到底是中國好打還是美國好打 結果國安局長就問了 反問說你覺得我好打嗎 這句話是不是也有點 刁他的意味 其實這句話 我們剛剛在影片中看到 我覺得那段話 真的是讓我覺得滿滿好笑的 就是你吃飯的時候來看的時候 覺得特別有意思 被噴飯 對 他那時候就問他說 部長請問一下你覺得 局長你覺得中國好打 還是美國好打 他就拋出這個議題之後 國安局局長就說 那你覺得我好打嗎 結果那時候陳柏惟說 就嚇了一個很大聲 嚇了一聲 那個嚇了一聲之後 他也是嫩住了 他說我覺得你不好打 他也是被嚇到 就是我覺得你不好打 光這個就知道他已經陣亡了 光這樣質詢的方式 所以他這樣子對比之下發現說 其實就知道說 他的功力在哪裡了 說到功力在哪裡 其實我們現在列出這兩個人 真的很像一個對照組 一個是在選項的時候 人氣非常夯的3Q哥陳柏惟 另外就是一個吳思懷 他的發言反而是讓大家覺得 蠻精辟的 我們看到這兩位立委 一個是國民黨 一個是激進黨 我們都知道說當時陳柏惟 怎麼選上立委的呢 一方面他就是打著吳思懷 踩著吳思懷上去 選上了立委 選上立委之後 他怎樣就不肯退讓 讓吳思懷進入到 外交國防委員會 他硬要是卡這個 他認為他自己也可以的 結果沒想到吳思懷最後 跟外交國防委員會擦身而過 沒辦法進去 去了未還委員會 但是他對於國防外交委員會 還是心心念念的 所以復時還會去那邊質詢 質詢什麼內容 像第一個他就說 對身在武漢的台人 實施助濟管制 會妨礙他們回國速度 所以他建議的取消管制 他認為說 這個武漢台人的助濟管制 有點像是把你放了一個標誌在 會有一種某種歧視 他認為應該趕快取消 讓大家自己回來了 第二個他又再提出一個什麼 美國羅斯福號的官兵確診案 例數是攀升了 所以建議敦目艦隊 到參訪點要戴口罩 而且他講這句話 還是在整個事情 疫情爆發之前 他就講了 對 他當時在講說 要戴口罩這件事情 我還記得那時候 他拋出這個議題的時候 網路上也蠻多覺得說 你幹嘛 幹嘛出去 你又在唱衰是不是 幹嘛要戴口罩 還參訪點還要戴口罩 要幹什麼 玻璃又沒有確診為什麼要戴呢 結果回來之後敦目艦確診了 那時候網路才說天啊 大家對付 這是神預言 對 神預言 並且還有人開始發起了忏悔輪 就是說覺得對不起吳思懷 要跟吳思懷立委說抱歉 我們錯了 應該要來請個雞排才對 再來渡愛進行了海上封鎖 燃氣船進不了台灣 天然氣很快就會被斷氣了 這是資源的部分 還有八大行業轉地下化 政府不能只靠抓 應該要思考他們抓了該怎麼活 很多的說法都會讓他覺得 還滿有先見之明的 我們會發現說其實吳思懷 就是可能長者就比較有智慧 都提前超前想到了 對 這超前部署之外 他是也超前想到說 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看到陳柏惟 是踩著吳思懷起來的 他當時也是靠著打誰 打另外一個人 就是高雄市長韓國瑜起身了 不過陳柏惟自己有話要說 他自己在臉書上說 很多人好奇為什麼選擇 抽沙船這件事情來質詢 他很遺憾說 質詢一大篇 大家重點都只放在 抽沙船能不能挖伏擊區 卻忽略共軍的政治目的 而且他其實也在自己的臉書上 做出一點回憶